另外为了欢度一年一度的崇洋佳节 花莲荣民之家特别举办了 崇洋感恩继十月份庆生茶会的活动 邀请慈济基金会 慈大附中的中小学学生们演奏乐曲 为爷爷奶奶们献上了关怀和祝福 并且致政荣家五位百岁仁瑞崇洋礼金 敬老壮金锁片和福袋 高唱生日快乐歌 为欢庆一年一度的崇洋佳节 花莲荣民之家举办崇洋感恩继十月份庆生茶会活动 邀请慈济基金会 花莲慈大附中的师生何志工 带来乐曲表演 为爷爷奶奶献上关怀与祝福 今天感觉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你 尤其有我们慈济基金会跟我们慈济国家的 在我们花莲荣家所有的 为国家付出的推伍军人前类的 能够在经历一个光辉的职业里面快快乐乐的 过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日 生日宴 开始代表所有农家的老老照照 每一个的感恩 祝福我们所有带过的每一个人都能够 真的我们愉快能够健康快乐幸福 我们家都是我们大家的家 这里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住在这个大家里面 我们一点都不寂寞 而且三餐都准备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相信这就是让我们身心灵 还有把我们的身体健康都养股好的 所以在这里真伟要谢谢我们荣家 更谢谢我们长辈 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 县长徐真伟也在生日快乐的伴奏中 代表总统为百岁荣民爷爷挂上金锁片 并制证敬老李金敬老撞击福袋 期盼为爷爷奶奶除了用乐音传爱欢度重洋 也让老人家感受不一样的重洋佳节 记者长帮演华林士报导 等会谢谢你 男嘉宾 既然长j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